第八节 更年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找到吗? 好,一起来读,请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密切人员注意到这一节 他们如果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他们如果知道是用这么愚昧的方式成就救恩 他们就不肯把耶稣钉 他们会阻止耶稣钉死架 因为这样子是会成就救恩的 所以那些拦阻救恩的人 他们如果真的知道 他们会想说 神嘛,他会用一些非常奇妙的方式 他会用一些大的方式 但是神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愚昧 但是却是智慧无比的方式 所以保罗这里特别的说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他们以为神会用权柄 神会用高位 神会用大能来成就救救恩 他们若是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听到很多的声音 这个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是无伤带耳的声音 但是这些无伤带耳的声音 会让我们与神的爱得觉 会让我们偏离神对我们的心意 所以撒旦他是一个控告者 撒旦他是一个试探者 撒旦他是一个敌对者 所以我们常常要用保罗的那段话 我们自我勉励 是什么东西与我们的神得觉 与基督的爱得觉 没有任何的事情 好,我接下来在第八章 我用了很多的形容词 高处的、低处的、天下的 他用很多的 他就说这个世界上 整个的宇宙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阻挡我们的生态 在罗马、在马亚福音第四章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他是在强壮的时候 还是他在软弱的时候受试探 你觉得他受试探 是软弱的时候还是状况最后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对,就这个的时候 所以啊 下一次我们不要说 我很软弱 我无法这个承受试探 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方样 越软弱的时候 我们越要刚才起来 越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说 我们要去承受这样的挑战 我们要去承受这样的试探 当然说,哎呀他是耶稣嘛 他当然可以啦 但是我们要以耶稣为我们的典范 就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更要刚才 就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更要提高警觉 对撒旦的任何的挑战 对撒旦的任何的质疑 对撒旦的任何的看起来善意的建议 我们的答案都是说no 耶稣在他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周 在使教上的时候 他对这些人的亵渎 他对这些人的嘲笑 他对这些人的侮辱 他都不回应 他用沉默说了no 结果他成就了一个最重要的救恩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 接受他作为生命的个人救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都是因为他胜过了试探 他胜过了魔鬼的挑战 他胜过了魔鬼的质疑 他胜过了魔鬼的通告 也盼望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是可以 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挑战 来活出我们信徒的生命来 一起祷告 现在天父在这中之主日 我们回想两天多年前 你在这一天 你骑驴尽到城中 当别人高兴地欢迎你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知道 你所面对的是一个 艰巨无比的挑战 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 你自己身为人也无法承受的 但是你顺服了天父的旨意 你自己上了十字架 成就了这样莫大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可以不需要 献上祭物 让我们不需要来到 帐墓里面烧任何的动物 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献上 一次献上 永远的献上 完成了这样的救恩 让我们今天可以随时的知取 谢谢这样的恩典 恩主让我们在 面临复活节的前夕 让我们是在此的好好的思想 你所成就了救恩 你选择了最一位的方式 但是成就了这个世界上 最有知悔的救恩 求你用这样的启发 来帮助我们 常常的来思想 你自己的恩典 这样的祷告 是奉处耶稣的圣明祈求 阿们